大家好,日本的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钟泽科 在周四9月28号再次撰文 当今中国的政治动态比部长失踪要复杂得多 76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德江 参加了今年8月举行的年度北戴河秘密会议 他是理解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内部真正发生事件的关键 钟泽科是在东京的日经新闻高层人员和社论撰稿人 他曾在中国担任七年特派记者 后来担任中国分社社长 并且是14年范恩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得主 据熟悉中国内政的消息人士透露 今年在河北北戴河异常紧张的党内退休 重量级人物和现任领导人会议上 只有三位元老与会 钟泽科表示 与已故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家族 关系密切的张德江的出现 意味着来自第三大主要政治力量的元老代表都出席了 会向习近平政府施加压力 另一个派系是由前主席江泽民 关系密切的人组成的军事派系也有代表 专栏之前报道 其他两位元老之一 84岁的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第二位是中国民解放军退役将军池浩田 消息人说 只要关注外交部秦刚被解职 和军方的不寻常事件 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的问题 可能会忽视中国政治的大局 最好关注一下今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 事件背后隐藏着什么 日本媒体说 与北戴河的其他两位元老不同 作为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政治局常委 七名成员之一 张德江在早期直接支持习近平的政权 张德江在当时的党内排名第三 仅次于习近平和当时的总理李克强 第一位元老曾庆红 据说是江泽民的得力助手 第二位元老池浩田 有着辉煌的军事生涯 他在50年到53年的朝鲜战争中 与美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有传言说他身上还有一颗子弹 可以证明这一点 低调的张德江在外界并不出名 但他很有影响力 曾担任中国议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务 是通过法案的指挥中心 他也是古怪的人 虽然是汉族人 但他在中国东北吉林省 沿边朝鲜族自治区 学习了朝鲜语 并在金日成大学学习 12年 在重庆市高级官员薄熙来 失从后 张德江被派绑重庆 他展示了自己的手腕 在保留副总理职务的同时 张德江还接替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正如一张张德江与习近平友好交谈的照片所示 张德江在退休前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良好 他们实际上是老乡时 20世纪初 习近平接替张德江成为浙江省最高官员 中泽克尔指出 与新平来说 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 张德江同两位与邓小平密切关系的 有权有势的元老关系 极其密切 其中一位是邓小平的长子 79岁的邓普方 邓小平在1996年至1997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 他的儿子受到破坏 有一次他被红卫兵从高高的窗户扔了出去 腰部以下瘫痪 从那以后就一直在了轮椅上 邓普方是一个悲剧英雄 多年来一直控制了庞大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张德江的另一个盟友是78岁的于正生 他也是习近平从2012年开始的第一个 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任期内的政局常委 于正生当时在党内排第四 比张德江低一级 当时于正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 温文尔雅的于正生与邓小平家族有着特别深厚的友谊 他也是红二代 即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的子女 据说张德江与江泽民的关系密切 但实际上他与邓普方于正生的关系更密切 目前与邓小平家族关系密切的党内元老中 张德江邓普方于正生三人主导着这一势力 十年前的一件议事有助于理解于正生 2012年党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于正生对一位三十多岁的密友说 你会看到的 我决心成为第七名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密友反问 你是说第九个吗 于正生自信的说 不 我是说第七个 于正生的意思是 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可能会从当时的九人减少到七人 于正生当时暗示七个席位 第七个席位就是他 2012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于正生在七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 这次晋升的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当时管理的这一人事变动的关键人物 江泽民重视于正生是有原因的 通过给他一个大的提升 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给予了特别照顾 那在习近平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 于正生帮助维持了党内派系之间的权力平衡 今年夏天他没有前往北戴河 部分原因是他与邓小平家族关系密切 习近平对他非常警惕 2021年庆祝建党100周年的大型活动和202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把自己塑造的好像在党内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超过邓小平 张德江于正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邓小平家族的帮助下成为政治明星的 因此他们一直对习近平的立场是怀疑态度 五年前邓朴方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发表有争议的言论 含蓄的批评了习近平 邓朴方当时说到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能力 不能专横 但我们也不应该无缘无故的贬低自己 考虑到我们目前的情况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我们需要为每件事制定详细的计划 邓朴方的言论迅速引起反响 并广泛的解读为对习近平傲慢的警告 习近平甚至创造了一个个人崇拜的氛围 中国的主要媒体没有报道这些言论 意识到邓朴方已踏上了危险的土地 钟泽科二在文章中提到 9月19日北戴河会议几周以后 邓朴方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在五年一度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上 会议决定邓朴方不再担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一职 接替他的是一位接近习近平的人物 当邓朴方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 人联代表大会时台下响起了热烈掌声 也许是表达对他离开的遗憾 一些观察人说观众的行为也暗示了对习近平行事方式批评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和他的副手们的注视之下 在北京的一些谣言中 邓朴方的离职被解释为在习近平政治持续压力下被迫退出 钟泽卡尔表示即使退休已成定局 这也可以被视为是习近平在接受北戴河元老的严厉建议后 某种反击 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通过这一举动 和正在进行的解放军内部清洗 遏制有影响力的红二代和军队 钟泽卡尔在文章中表示 今年夏天这场政治拉锯战的初步结果 将在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计较 这是一个可能在下个月11月举行的关键会议 通常情况下 这一个讨论中国经济进程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场所 在考虑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时 最重要的是理解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发生的事情 它所产生的影响 可能会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经济以及外交安全政策 钟泽卡尔在文章的最后写到 1949年电影第三人 以战后破败的维也纳为背景 片中主角被认为是拿着主人公 解开谜团所需的钥匙 同样张德江北戴河会议的元老的第三人 可能掌握着弄清楚当今复杂权力动态 及其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的关键 这也是一把开启中国未来的钥匙 这是日本方面对中国国内政治动荡的理解 法国方面今天也有文章 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法国的世界报 对中国军队现在高层的变动情况 世界报对中国高层 以及对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 持怀疑态度 中国官媒时间来不停的重复 习近平一人掌控军政大权 即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军委是中国民解放军领导机构 其作用超过国防部 而国防部的主要作用的是对外代表 对中国的体制中 军队属于共产党 不隶属于国家 李尚福是中央军委七名委员之一 但他甚至不是两名副主席之一 12年10月 秦平上台时 解放军一团造 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主任 敢于斗争的作者 贝茨·吉尔 他写到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 解放军变得更加独立和非政治化 通过管理酒吧 运输公司 侵吞资金 资源 出卖等级晋升 腐败 贪污 在军中泛滥成灾 甚至直达高层 14年2月 秦平下令逮捕军委副主席徐太后郭伯雄 10年来共有13000名军官被整肃 包括近百名高级将领 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愿望对军队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 也打破枭雄体制 全面掌控军队 但他因此在军中树敌不少 这个夏天发生的事件显示 习近平对军队的重组远远没有结束 根据美国白宫 对李尚福以贪腐案展开调查 工程师出身的李尚福是中国航天之父之一 23年3月担任国防部长前 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他因监督采购俄罗斯装备而受到美国制裁 7月底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 违规违纪线线公告 征集自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法违纪问题的线索 追查范围包括操守缺失 拉帮结派 以砖 谋私 泄密 监管缺失等 调查线索倒查到17年10月 正是李尚福担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事件 那么世界报质疑 习近平会不会下令倒查17年之前的年份 正是李尚福的前任张右侠任职事件 这位将军是73岁高龄 二十大上仍被习近平留任提拔为军委副主席 事实上他是中国权力最大的军官 也是习近平和军队之间的真正扭蛋 如果反过来张右侠被指控腐败 那么将是军队中的一场大地震 但张右侠自9月8号以来一直被公开露面过 因此对于他传言不绝而远 与同时习近平废除了高度战略化的火箭军两名首领 并任命了两名来自海军的空军的将领领导火箭军 现在的问题就变得尖锐 如果说习近平在执政初期霸多将领的原因 可以用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政权 这个标志来解释 现在情况将不再如此 世界报说今天的这些人全是由习近平亲自任命的 贝茨吉尔总结 看来尽管习近平努力整肃解放军 但腐败问题仍然顽固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必须质疑习近平在解放军这个庞大帝国中行使权力的能力 那仅仅是腐败问题吗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主任 叫马克朱利安 他分析到 监于李尚福的地位 以及他对当今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航天领域的专业支持 如果仅仅是腐败问题 就很难理解为何要将他排挤出局 同样火箭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具战略意义的部队 将其指挥官斩首并任命从未在该部队服役的军官 更能表明内部存在着分歧 那媒体分析呢 失踪人员名单上几个除了几个名字之外呢 除了张又霞名字之外 还有刘亚洲前国防大学的政委李玉超前火箭军的司令 那法国媒体分析啊 这几个人消失的人呢 实际上对中国发动武统对台采取军事行动 都是持反对意见 从现在日本媒体啊 法国媒体这个分析来看呢 和我之前的给大家介绍情况也是完全一致的啊 我能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 现在是第三任期啊 习近平正在准备第四任期啊 第四任期呢 实际上呢 共产党党内就有不同的声音了 一定会有这种争夺 或者要斗争 我觉得这个第四任期啊 习近平呢 是一定要首先啊 首先对旧有的共产党党内这些派系做出反击 也是要稳定啊 共产党党内 不要发生内斗 既要稳定 也要进行斗争 所以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内 他的主要任务 对外是对台湾 对美国进行博弈 对内要对党内的一些派系进行整合 对内呢 首先我觉得 对一些反对力量 习近平是要进行打压的 在军队首先要整肃 从军队开始 所以第三任期内 首先从军队开始 把一些反对力量 把军队内部 不同派系进行整合 所以现在来看呢 习近平对军队动手 也是为下一步在政治上 对共产党党内 其他派系进行整肃 我觉得习近平是在做准备 那么只有完成了 对党内派系的整合 把这些反对力量压制住 习近平才有第四任期 这是非常非常好理解 那么第四任期呢 就是台问题 台问题一旦解决 第三任期内武统台湾 第四任期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 也就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在对台动武这个问题上 军方保留了大量对台动武 有经验的人员 对军方这个整肃 没有影响到中国对台动武的 整个的实力 都是在高层进行整肃 而且换成习近平信任的人 那么在政治上 习近平如果能够通过武力 完成国家统一 实现对台湾的控制 突破第一岛链 在政治上 在党内 习近平的整个威望将超过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实现什么 没有实现统一台湾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那根本就没法比了 所以习近平整个政治声望 将在党内达到一个高潮 那么实际上习近平第四任期 甚至第五任期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看懂里边的逻辑 先对军队进行整肃 整肃以后 完成对什么 对党内的整合 各种不同的声音 其实党内这些人 他对习近平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意见了 军权握在手里 另外就是台湾问题解决以后 党内其他不满习近平的力量 他也没有办法发声了 因为习近平完成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你记住 统一台湾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那这个功劳 对吧 这个功劳 你前面邓小平也没有完成过 邓小平留给后人 邓小平留给后人 他自己没有完成 江泽民 胡锦涛更不用提了 所以习近平能不能第四任期 就看在台湾问题上 所以大家看懂里边的逻辑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获得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 你看看现在俄乌战争 你看看现在纳卡战争 阿塞 白疆都完成国家统一了 包括现在很多有国内领土纠纷的一些 这些地区 国家 现在都纷纷的要什么 要进行统一战争 所以你可以看世界正在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很多国家实际上对这种分离主义 都有自己的想法 连印度 印度和这个西科教之间这个矛盾 现在也在计划 印度现在也出现什么 也出现大印度主义 也是印度要统一 所以你看各个国家之间 现在在这个特殊时期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时期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中国在台问题上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了 那习近平第四任期 台湾问题就是一个抓手 大家要看懂现在整个世界的一个大事 中国国内的政治 我觉得 首先你像张德江 你像这个曾庆红这些人 他们那个主人已经死了 你像邓小平 江泽民 他都是已经过去世了 江泽民去年都死了 所以这些政治力量 对习近平来说 他不能对习近平有任何的挑战 光靠这些政治元老 这些人的政治力量 他很难对习近平有任何影响 所以日本人这个分析 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听 但不要当真 俄国人现在的情报 是让习近平对这些元老 他的意见 习近平并不在意 因为现在是新的时期 这些元老在很多问题上 他们的想法是按照过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过去他们掌握的一些情报来做判断 但是他们退出了这个高层以后 很多情报就不会向他们汇报了 这些像张德江啊 像曾庆红这些人 他们不能掌握一手情报 没有情报支撑 他们的判断就会失误 所以习近平根本不会听他们的意见 也包括那个池浩田 池浩田现在也没有权利 获得中国一手的这个简报 对外对外这些情报 获得这些简报 所以这些元老 他和新平在北戴河见面 新平只是礼节性的 客气一下 不会真的说听他们的意见 也不会因为他们提出意见 对习近平产生什么威胁 只是代表了党内某一个派系 党内某一种声音 但是习近平只要抓住这个军权 党内这个声音并不担心 最重要的是统一 那如果习近平呢 第三任期内完成对台湾的统一 那习近平在党内的声势 党内的声望 甚至会超过毛泽东的 那这些元老他的一些声音 对吧 那习近平根本就不会在意 所以现在来看呢 是要习近平按照自己的计划 在不断的推进 先是军队 然后是党内 那最主要的抓手就是台湾问题 大家按照这个思路 未来看中国内部发展情况 你就可以了 至于这些老人 我还是讲了 这些老人 像日本的美国 老想把这些老人 这些派系拉进来 但是现在来看 因为有了台湾问题 这些老人这些派系 他会发挥的作用会有限 你包括现在的这个共青团 与习近平对抗这个共青团 这个派系 习近平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你觉得共青团 他们对习近平还有支援吗 习近平在党内的声望 将超过毛泽东 那你这些共青团 这些人你没有话说 你共青团执政的时候 你胡锦涛 你没有完成国家统一 是不是一个道理 所以现在来看 实际上习近平在党内 他能够维持党内声望 包括第四任期 台湾问题是重要抓手 这也是我一直在说 中国获得武统台湾的 战略双口的原因 我始终相信 中国一定能够完成国家统一 而且我一直在讲 越早统一台湾 对中国越有利 中国统一台湾 也是欧亚大陆崛起的 标志性事件 最后大家要记住 习近平完成对台湾的统一 美国也是关键因素 那么美国现在 民主党共和党之间 这个矛盾也在激化 特别是24年大选 那么习近平和美国总统 拜登之间的特殊的关系 未来大家要关注 所以你看台湾问题非常复杂 也关系到中国党内 共产党党内的斗争 也关系到中国 对台湾问题的解决 所以你看中美关系 影响着习近平 影响着美国 也影响着台湾的统一 我还是相信 中国一定能够完成 国家的统一 实现民族的复兴 对台湾的统一 对台湾的统一